哈喽你好,欢迎收听圆满新世界 我是Miro,你的心灵美学DJ 给你当下最完美的灵感 我邀请你和我一起绽放欢喜愿力 拥抱自在幸福 在有限中创造无限 优雅圆梦,浪漫重生 感恩奇迹终将到来 一起迈向新世界 大家今天好吗?我是Miro 在这个节目,我会和大家分享关于吸引力法则 显化圆梦,活出自在喜悦 驾驭人生使命等等的资讯 因为,实现梦想并不用狼狈不堪 如果你想要用轻松优雅的方式前进 那就欢迎锁定我的节目啰 好,那我们今天要聊的是 成为吸引无限机会的人 之前我们有说过嘛 不管你现在是在怎样的工作状态 譬如说你是医生、老师、神职人员 还是创业者或是企业家 只要你能够为其他人的生命带来提升 并且能够让他们了解这个事实 那么这些人就会被你吸引 而你也将因此而得以致富 所以如果一个当医生的人 他心里的愿景是 我想成为伟大且成功的医治者 然后他带着信心与决心 去实践吸引力法则 那么这个人呢 就能够与宇宙的那个无限智慧体建立起紧密的关系 而使他达到伟大的成就 而这样呢 前来寻求医治的人呢 会蜂拥而至 而在宗教领域里呀 人们其实都在寻求一股心灵的寄托以及力量 所以只要有人有能力去教导他们 如何获得真正富足的人生 并且又同时精通致富啊 健康与成功的科学法则 还能将这些法则详细的教导给他人 那么这个人是永远不必担心没有跟随者的 因为这些法则是这个世界最需要的福音 而透过分享传递这些福音呢 可以带来生命的提升 人们会非常开心的去接受你的讯息 同时还会大力支持能够教导这些法则的人 而目前最需要的其实就是要有人能够亲身示范 来证实这些法则 最好是这种不但能够解说理论 还能够亲自展示神机 也就是我们需要一个非常好的模范 他已经透过他所相信的法则 让自己富有健康成功 并且教导大家如何达到相同的境界 而当这样的导师出现时 必定会拥有无数的忠心跟随者 那对于老师也是一样啊 如果一个老师呢 他是抱着想要提升生命的信心 以及决心来鼓舞孩子们的心灵 那么这样的老师也永远都不必担心失业 因为他们也会将提升生命的这样的态度 分享给每个学生 而事实上呢 如果那是他自己的人生经验 那么他会无法控制自己 他会很想要将这些经验分享给学生 他会有超级深切的渴望 这些概念呢 在各行各业都可以运用 而且要记得哦 心灵层次与个人行动必须要整合 你只要能够持续坚定的遵循这些练习去做 每一个人都是可以成功致富的 因为生命提升的法则呢 就像是我们所知道的万有引力定律 那是很久不变的 所以致富呢 其实是一门精准的科学 只要你知道这个公式以及法则 怎么样运作就行 而对于受薪阶级啊 在办公室工作的人或劳工而言 这些观念也同样适用 你不要因为在目前的工作上 看不到什么晋升的机会 或是目前的工作你觉得薪水不够好 那你就自认为自己不可能致富 请放下这些念头 就是因为你一直这样想 那么他就永远不会来 因为你磕在脑海中的画面 就是你不想要的东西 所以现在呢要请你把你心中想要的一切 描绘成清楚的愿景 并带着信心与决心开始采取行动 而你每天都要尽力完成所有当日能做的事情 同时要以最完美的方式来完成每一件工作 那个完美的方式是说 你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呢 都要将成功的力量与致富的决心灌注在其中 全心全意百分之百的相信 但是请不要只是为了发解老板或主管 希望他们看到你的工作表现 你才故意这样做 那是不可能的 能够做到老板跟主管的人不是这么笨的啦 你是不是用心在做他们是看得出来的 你非常努力的在自己的职位上 做得很用力 然后又表达说 哦这样子蛮好的 我很满足这样子 这样子呢 你是一个非常好的员工 但是呢 主管跟老板就会变成所谓的冠老板 为什么 因为你的那样状态呢 对他们而言是非常有价值的 他不会想让这样的员工升迁 因为把你留在原来的位置对他比较有利 所以如果你想要得到升迁 除了要不断的自我超越之外 去展现你的价值 还有一些必要条件 也就是你要让自己拥有远远超过目前位置所需的能力 同时还要清楚 知道自己想要成为怎样的人 并且要具有必定会成为那样的人的信心与决心 那么你就一定会获得晋升 所以不要为了讨好老板或主管而这样做 你应该是要为了提升自己才这么做 你要让主管知道你并没有安于现状 你并没有不想进步 当你的价值很大的时候呢 他会担心你要跑去找更好的机会 那么呢 他就会自己产生一个更好的机会给你 所以不管在上班前啊 工作中或是工作结束后呢 都要时时怀着不断成长的信心与决心 这个应该是在每一个工作岗位上最大的目标 就是你要得到成长 那这么一来 与你接触的每个人 不管是上司下属还是朋友们 都会感受到你身上发出一股 有决心所产生的力量 而其实每个人都想要这种成长的力量 那他们都会觉得可以从你的身上 体会到 每个人都应该要成长与精进的道理 会让他们感觉非常良好 因为他们可能之前没想到 就觉得哇塞 我也可以更进步耶 更有智慧 还是更成功 那么人们就会被你吸引 因为你鼓舞了他们的心灵 让他们看到了以前不敢想的机会 只要你保持这样的心态 就算你目前的工作没有升迁的机会 那么你必定很快就会获得另一个工作机会 因为你的振动频率调整并且提到了 宇宙呢就会送给你跟你这个心的频率匹配的机会 一定要相信 宇宙间存在着一股力量 会为那些依循法则去做 不断寻求成长的人 不断提供无限的机会 那只要你依照法则去做 那么宇宙一定会帮助你 因为他帮助你也就是帮助了他自己 他自己也想要扩张以及成长啊 而宇宙是凌驾在一切之上的 所以没有任何外在因素可以阻挡他为你做的事 譬如如果你在一家钢铁公司工作 他让你觉得没有前途没有希望 他也没让你致富 那你说不定转换跑道去务农 你反而可以致富 那只要你照着法则去做 那么就一定可以脱离那个你觉得不好的 那个钢铁公司的魔杖 而转换到其他你所希望的地方去 去获得你想要的财富 而有趣的是呢 如果钢铁公司里面的员工呢 都开始依照这个法则去做 那么这家钢铁公司一定很快就会陷入困境 因为他会一直流失员工 而公司呢这个时候就被强迫必须要为员工提供更多的机会 更好的环境 要不然就得关门 所以如果每个人都按照这个自然法则流动的话呢 就没有任何人注定要为企业卖米的 而那些企业之所以能够让人们陷入一种无助的状态 其实是因为人们不了解这个致富的自然法则 觉得这是唯一的选项 又或者只是安于现状懒得去实践这些法则而已 所以只要动起来就有机会 也不用去急着要跟别人讲 纠正别人的念头 说他这样不对 大部分人是听不进去的 因为在一个舒适圈里面啊 就觉得很安全 但其实只是把自己关在监狱里 那你今天呢看到了可以走出监狱大门的方法 你就先坐 然后成功逃出监狱之后呢 再跟在监狱里面的人说 我现在到这边来了 你想出来吗 那我告诉你怎么做 这样就不用浪费你的口水了 所以呢只要依照这些法则去思考与行动 那么你的信念与决心就能够提升你对于机会的敏锐度 敏锐度很重要 因为你必须要看到机会啊 你才能够去接收 而且请坚定的相信 不管你现在的状况呢 有多么的不好 能够改善现况的机会一定很快会来到 只要当你调整好你的内在 那个至高无上的宇宙力量就会开始为你安排一切 把那些机会带到你的面前 而这个时候真的是要靠你的信念以及决心 去看到这些机会 你也不要吃事的等着完全合乎你期望的机会到来 就是不要变得很挑剔说 这还没有完全完美啊 其实眼前如果出现了一个可以让你有所提升的机会呢 只要你感觉这是要给你的机会 你也觉得很舒服 没有压力的感觉产生 那么就接受它吧 因为有时候你并不会直接到达你要的最完美的那个东西 但是它可能中间需要几个步骤 而这个机会将会是通往更好机会的第一步 而你要拿下第一步才会有第二步啊 而就像我之前说过的 怎样去判别呢 只要你的情绪啊 有产生一点点的不舒服 那么呢 你就不要去碰 但是你没有不舒服的感觉 反而是一种安心放松感 那么呢 你应该就可以安心的拿下它 总之呢 在这个宇宙当中 请记住 一个不断追求成长的人永远不会缺乏机会 他会给你无限的机会 而整个宇宙中的一切都是为这种人而创造 宇宙中的一切呢 也都会为了达到这种人的目标而一起运作 而只要你能够依照这个法则去行动与思考 那么就一定可以致富成功 虽然在当前的世界啊充满了苦难 在许多新闻媒体资讯之下啊都会让人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前景以及机会 但是呢 依照这个宇宙的法则 我们要训练自己 让自己能够换个角度去看 这个世界正在成形 依然在成长之中 所以它是无常在变化的 而我们都有能力呢可以去改变这些状况 也就是人类的集体潜意识 而用我们每一个个人去做起呢 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改变 因为当我们提升自己的生命 我们就可以去影响别人 那么这就会像是一个连一般的效果 你永远都不知道你做的一个小小的力量会造成多大的冲击 我是说正面的冲击 所以不要小看自己的力量 而目前呢 这个世界看似罪恶的一切 都只不过是还没有成长完全而已 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也在不断的让自己成长啊 我们也不完美嘛 我们也是会有一些比较阴暗的一面的 所以这个世界其实是我们的反射 就像一面镜子一样 所以关注在自己 只要每个人都关注在自己 调整我们的内心的信念 其实这个世界就是会改变的 只是大部分的人都没有穿住在自己 都在想着要怎么样去改变别人 控制别人 操控别人 才能获得安全感 所以正在听节目的你呢 也没关系 我们就从我们自己做起 然后我们去实践成功 影响周围的人 要记住 尽量去指谈论与成长相关的讯息 因为如果不这样做 就是在否定你的信念 而如果否定自己的信念 就会失去信念 失去信心 失去决心 并且在脑海里刻上你不想要的画面 然后传给宇宙又是错的 所以呢 永远不要让自己感觉失望 也许你期望在某个特定时间 能够得到某件东西 但是却没有在那个时间得到 这会让你觉得好像是失败了 但是 如果你能够继续保持信心的话呢 你就会发现 失败只不过是表象而已 只要你继续依循这个法则去做 就算没有得到你想要的 你相信我 那是因为还有更好的东西在等着你 而这个看起来是失败的机会呢 是因为它是必然要发生 才能把你导向去那个 对你最好最成功的机会 我们能做的就是不断的前进 才能让宇宙为我们安排的这个进程在流动 而到最后 当你成功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那些看似失败的状况 事实上是一个伟大的成功 也就是宇宙为你安排最好的祝福 所以面对任何挑战呢 我们不要过度反应 不用过度伤心焦虑气氛什么的 去相信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你一直都在当下最完美的位置 只要你能够继续前进 你的生命必然会继续成长 而你曾经遭受过的那些苦难 其实都是宇宙安排好 为了要把你推上一个更好的机会 送给你的祝福 好 那我们今天就来到这边咯 最后不要忘了 感恩是最强大的显化力量之一 让你轻松驾驭吸引力法则 我再录了朗达拜恩这本畅销魔法书的精华 会整成一本28天感恩奇迹魔法练习手册 方便大家练习 欢迎在下方连结免费下载哦 那感恩你收听圆满新世界 我祝福你 心想事成 自在欢喜 轻松致富 拥有好运不断的人生 那我们下次见咯